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清晰优雅的嘴唇 清澈见底的美貌 长而弯弯的细美 东芬的发型与众不同 加之精湛的演技 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遇到他时曾对旁人说 我要在远处观看上天的杰作 1938年 费文利前往美国好莱坞拍摄电影 凭借在电影《乱世佳人》中饰演的好斯嘉 获得第十二届奥斯卡最佳的女主角奖 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英国女演员 二 奥黛利赫本 英国电影 舞台剧女演员 她纯净的笑容 鲜沉不染的灵魂 独特的嗓音与魅力 即便岁月流逝 她依旧是优雅的代理名词 而优雅是唯一不会褪色的美 1953年 奥黛利赫本首次出演电影《罗马》 假日女主角就获得奥斯卡最佳的女主角奖 她的一生中共中英五次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 同时也为我们贡献了一个永恒的美丽高贵的公主形象 可以说 课本的美是属于大众的 美的高雅 美的初晨 美的魅惑 塑造了一系列无法逾越的经典 同时也为我们贡献出一个永恒优雅的时尚教科书形象 三 玛利莲梦露 玛利莲梦露 美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电影女演员之一 她是美和性感的化身 她的美好像是与身俱来的一样 动人的表演风格 正知盛年的允度 成为影迷心中勇软的性格女神符号 传奇偶像与美国流行文化的代表 纽约客杂志曾有文章说 泰勒如同一个传奇故事 而梦露如同一个童话故事 1999年 梦露被美国电影学会选为 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第六名 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一条之后 心恨其层 连读不得转转 董珉 一条之后 百年来最伟之后 组合一组织 一条之后 冲美国电影学会选为 百年来最伟大 一条之后 二条之后 天山需要在本来最伟大 一条之后 吴佛司 桧山楠